大家看这几个造型 是不是有一种好像衣服裤子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组在一起会有点奇怪的感觉 那是因为每一个造型其实都对应了 我们秋冬天很经常犯的 我们今天就可以就着这些雷区 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调整 第一个错误雷区就是长内搭搭长外套 其实这个对于个子高的女生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小个子的女生 她就非常容易压个子 所以如果想要让我们稍微收拾的更精致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用短的内搭搭长的外套 我们就记住一个口诀 内搭短外套长 这样整体才会更显高 第二个造型其实是内搭宽 但是外套紧 这种很经常是犯在 比如说我们在转机的时候买了一些小商风的外套 内装本身比较合身 但是跟冬天的那种大毛衣 那种比较宽 有慵懒感的大毛衣大二块的时候 其实它俩就会变得很局促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里面的那种比较宽松的毛衣 可以换成相对紧身的针织衫 这样穿上去整体的人会比较干练一点点 如果你是喜欢穿宽一点的毛衣 我们就搭那种比较宽松的大衣 或者是直接单穿 不会比穿在紧身的那种外套里面 看起来会更好 还有一些小个子女生 喜欢穿那种中长款的外套 搭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旗袭的半裙 在冬天的时候那么搭 就会显得整个人的比例很怪 因为它是相当于没有腰身 然后整个毛纹比例切成了三块 整个人穿上去就会很显矮 如果有一些女生喜欢那种中长款的大衣的话 建议你们下半身可以搭那种高样一点的长裤 或者是那种长裙 这样整个人的比例才会更显高 最后一个误区是长外套加超长裙 其实这个搭配是跟我们的那种短外套是反着来的 正确的方式是长大衣加短半裙会更好看 谢谢大家